三更有梦书当枕 千里怀人月在风 大家好 这里是深夜读书 每晚陪伴你 古人的讲究 哪怕孤单落魄 也会好好吃饭 人与生活发生联系 最基本的便在于吃 而独居的幸福 也更多来自于味觉 一个人在城市独居 厨房便是最温暖的地方 能抵御雍长生活的侵袭 找寻到诗与远方 在食物的世界中 同样也蕴含着大千世界 烹饪里面 也藏着万种乾坤 俗话说 想要抓住一个人的心 就要先抓住他的胃 这不仅是因为 他们会用美食收卖人心 更是因为爱做饭的人 都自带着好几种优秀的品质 今天 竹子将和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从细节看透一个人 能轻松看透一个人心理的能力 最大的好处就是 自己在生活和工作上 少吃了很多不必要的亏 比如 遇到总刻薄说反话的朋友 你知道这是他的问题 而不是一味地责备自己 跟控制欲极强的人交往 会逐渐被他监控 这种人得尽快及时止损 保命最重要 公司尽给你加任务 薪水却迟迟没发 还一味地花大饼说 熬过去就好过了 多半公司财政出现危机 正在榨干你最后的价值 快逃啊 学会这个能力 交朋友 看公司 都是很简单的事情 关键是能第一时间 远离危险人物 迅速自保 所以 来给大家分享 30条识人小技巧 让你拥有 柯南般的观察能力 快速识别身边的人 靠不靠谱 一般不发帖子的人 不是针对谁 通常只是生活枯燥单调 每天两点一线 发了估计 也不符合朋友圈的口味 所以干脆不发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说 所有口误 都是潜意识的真实流露 小时候去邻居家借唱蝶 刚好他们一家在吃西瓜 邻居大哥 把唱蝶给我的时候 我说了句 我不吃 到现在 面子都没找回来 一个人的注意力 放在哪 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买东西 为了两三块 跟菜贩子 讲价半天 或者为了待会儿 有八折优惠 情愿浪费 二十分钟时间的人 生活不会越变越好 反而会 一直处于 穷忙的状态 这是典型的 存量思维 他们只会关注 眼前的存货 想着一块钱 掰成两块花 却没想着 如何赚钱 拥有增量思维的人 会把砍价的时间 拿来提升自己 发展副业 一段时间后 他新增的收入零头 就超过了省下来的钱 生活质量也大幅提高 在公共场合 说话少的人 可分为两类 一类是不善言辞 话题少 怕说错话 选择闭嘴 一类是思想境界很高的人 他在周围很难找到自己的知音 所以干脆不说 尼采说过 更高级的哲人独处着 并非他喜欢孤独 而是在他的周围 找不到同类 但现实中 大部分都是第一类居多 公交车上 有座位不坐的人 通常内心都很善良 坐在窗边看风景的人 喜欢安静独处 脑海里装着一个宇宙 一路都站在车门边的人 很少迟到 时间观念很强 如果你在跟别人说话时 对方一直在吃东西 也不准备放下食物 往往说明 他不把你当回事 并不拥挤的电梯里 习惯性站在四个角落里的人 往往内心缺乏安全感 需要背后有依靠 才会放心 孤男寡女的电梯内 女生处于安全防范 选择站在后面 如果你发现 电梯里有单独的女生 请站在她前面 这会让她感到有安全感 如果一个大龄青年 各方面都很正常 待人友善 收入也不低 绝不是被剩下的 人家只是很清楚 自己想要什么罢了 说话大声 语速快 喜欢用气势压人的人 通常是虚张声势 内心没有底气 说话匀素 温柔 逻辑清晰的人 通常有真本事 因为心里有底 就无需靠气势压人 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 经常鼓励他人 自己也会变得积极乐观 从而更容易获得成功 因为鼓励他人 在心理学中 是一种正向暗示 能够潜移默化 把人带向积极的一面 喜欢蓝绿子等冷色调的人 往往性格偏理性 头脑冷静 能很好地处理周围的人和事 但也容易给人距离感 真正相爱的感情 往往是平凡无奇的 因为他们彼此信任 内心充实 所以无需过多的言语去证明 那些经常秀恩爱 唯恐天下不知的 最终大都会销声匿迹 那些能在众人面前 自黑自嘲的人 内心都很强大 他们不在乎别人眼光 不在乎所谓的面子 能牺牲自己逗别人开心 说明情伤也很高 这样的人实在难得 做事也容易成功 喜欢讨好别人的人 并不是天生的热心肠 很多都是由于内心自卑的心理 寄希望于用讨好别人的方式 换取别人对自己好 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 被父母操办着安排工作 结婚的人 相对缺乏主见 容易受骗 那种警惕性很高 很难让别人靠近的人 往往有过一段 被伤害过的经历 遇到这样的人 别试图去温暖他 容易伤到自己 应该给予足够尊重 让他独自疗伤自愈 刚接触时不太好讲话 但是随着认识的加深 感觉还不错的人 通常值得深交 刚认识就喊亲密称呼的 一个劲讨好你的人 往往带着某种强烈目的 与之交往 会让自己蒙受损失 尽量远离他 在公共场合的座位上 每个人都倾向坐在自己 认为比较可靠的人身边 也就是说 跟你坐在一起看书的陌生人 更容易接受你的请求或搭讪 你在北上广打拼 有人劝你别那么拼命 回老家压力小也挺幸福 你可能会感动 但他也许只是不希望 看到你混得比他好 想把你拉回 成为跟他一样平庸的人罢了 人生都是靠自己去争取 去奋斗的 而不是听从各种中言劝告 毕竟你后悔了 别人也不用为自己 说过的话负责任 永远记得 只有拼过的人生 才有底气说无憾 一个人的性格可以折射出他的家庭 喜欢抱怨的人 通常他的家人也喜欢抱怨 为人热情的人 通常他的家人也是热心肠 天性乐观的人 通常他的家人也是笑脸常开 凡事只顾着自己 很少考虑别人感受的人 尽量和他脱离关系 否则他会想尽办法在你身上榨油水 那些生活中处处小心 尽言慎行的人 虽然生活不会出现意外 但却会一直平平无奇 甚至一成不变 因为机会总是伴随着冒险而来 追求稳定的人 也会与机会视之交臂 如果你跟一个人聊天 谈到现在生活压力大时 他频频抱怨 怨天怨地怨父母 唯独不怨自己 这样的人要敬而怨之 因为抱怨会传染 喜欢吹牛的人 大多工作和生活不如意 只能借浮夸的语言 在众人面前找回点存在感 其实他们也不容易 所以看破不说破吧 有人跟你说某人的坏话时 不要随便站队 有多远必多远 他这次酸别人 下次就酸你 别轻易相信那些西装革履的创业导师 他们的成功只是来源于收割韭菜 而且大多数都没有经商实战经验 如果一个人工作很多很累 还能保持笑容 妥善处理和别人的关系 说明他能很好地管理情绪 逆伤也过关 职位升迁只是时间问题 如果你跟一个人说话 你说的话他都能轻松应对 并且让你感到很舒服 这不是遇到了知音 反而是他的阅历 学识 眼界大大超过你 只是共情能力比较强 你可以多向他提问 对某事的看法 这样自己才会有更多进步 在小事上不纠结的人 往往大事也能果断决策 一旦决定了 就会坚定不移地做下去 他们知道时间应该用在刀刃处 并集中精力去撬动一个杠杆 能跟在这样的人身边 会成长很快 当别人还在纠结 要不要点赞的时候 他们已经点完赞 并学到了新知识 离成功路上又跨出了一大步 愿你我能代言识人 智慧处世 与朋友们共勉 好了 今天分享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分享给身边的人 让我们一起在阅读中 成为更好的自己 最后 在YouTube和Facebook上 都能找到深夜读书哦 竹子期待与你的互动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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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